同德高中今年举行50周年校庆 而在历经50周年期间 培育许多优秀技艺材质 不仅为校争光外 更为南投县争取荣耀 在活动中 每个班级发起创意来表演 相当热闹 众多嘉宾也出席活动共享胜举 我对同德高中 我期许非常的非常的大 我们今年已经有高中部了 他们都是一块材料 是非常的好的 他们将来要读考医学系 那我们接着 我们今年2月21日 有考国中的双语教学 他们除了语文 还有这个应用科技能力 也会将来带给 这个学术上很多的贡献 所以我期许他们越来越好 县长林明珍以及县议员张家者表示 感谢同德高中在历经50周年期间 为南投县学子的贡献与付出 也恭喜同德高中50周年校庆快乐 同德高中50周年校庆 它是一个我们中部地区 大家认为是技职学校 最优秀的一所学校 同德在校长 还有历任的校长 还有董事位 还有教育老师的认真 所以现在这个教育 这个水准不断的在提升 恭喜我们同德高中 当然也要感谢他们过去在50年 在我们南投县的草屯 毅力不搖 也为了我们这些新兴学子的努力跟付出 再次感谢这些过去的前辈 还有现在全体的老师跟学生 我想大家的努力 在学习各种技术上 在同德高中 一定可以获得最好的成绩 县议员张次姐表示 同德高中这些年走来 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 尤其在技艺方面更是人才辈出 也期许 未来能够持续努力 为南投县争取更多荣耀 此次同德高中50周年校庆 同德这些年走来 也培养了相当多优秀的学生 尤其在技艺方面 更是相当的优秀 也期许未来 同德能够为南投县 培育更多的优秀学子 为南投县争取荣耀 此次同德高中50周年校庆 议员们也肯定同德高中团队 对于南投县学子的贡献 并期许未来能够持续来努力 培育更多优秀的学子 记者春菌朝团采访报道